在生产力和效率已成为成功标志的时代 珍妮奥德尔 Daniel Deo的节省时间 发现超越时钟的生活 传递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信息 如果我们一直以来对时间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怎么办 如果时间不是一种需要优化的稀缺资源 而是一种可塑性的力量 可以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呢 在这本发人深省的书中 奥德尔邀请我们踏上一段旅程 重新审视我们与时间的关系 发现超越时钟的生活 奥德尔的中心论点简单而又具有革命性 时间不是客观现实 而是由我们的信仰和文化条件塑造的心理结构 它挑战我们质疑传统观念 即时间是一个线性概念 由时钟的滴答声和我们日程安排的要求决定 相反 他认为时间是一种流动的主观的体验 受到我们的看法 态度和选择的影响 通过重新构建我们对时间的理解 奥德尔鼓励我们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将快乐和联系置于生产力和效率之上 节省时间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 是他对现代社会中效率崇拜的批判 奥德尔认为 我们对优化每一刻生活的痴迷 导致了一种速度和忙碌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 时间的价值仅以产出和生产力来衡量 然而这种对效率的不懈追求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导致倦怠压力以及与自己 他人和周围世界脱节的普遍感觉 为了摆脱这个循环 奥德尔主张彻底改变我们对待时间的方式 我们不应该试图从每一分钟中榨取更多的生产力 而应该拥抱缓慢和有益的哲学 这意味着在技术和工作之间设定界限 保护休息和放松的时间 并在休息时享受当下 他还需要重新评估我们与工作的关系 并认识到我们作为个人的价值 超出了我们的专业成就 节省时间的核心理念是 存在是开启超越时间的生活的关键 通过全神贯注于当下 我们可以培养更深层次的满足感 快乐感和临席感 奥德尔鼓励我们进行正面练习 例如冥想和深呼吸 以帮助我们力足当下 摆脱干扰 他还强调拥抱无聊和休闲活动的重要性 这让我们能够充电并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美丽 虽然节省时间不是一本经典意义上的自主书 但他确实提供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实施这些想法的实用建议 奥德尔提供了有关如何设定有效界限 确定任务优先顺序 以及创造反思和放松空间的建议 更重要的是 他挑战读者质疑自己对时间和成功的信念 并考虑将福祉和生活质量 置于利润和生产力之上的替代路径 总之 珍妮奥德尔詹尤·杰尔·杰尔·杰尔的《节省时间》 发现超越时钟的生活是一本发人深省的书 他挑战读者重新思考他们与时间的关系 并采取一种更加用心 更有目的的生活方式 通过质疑我们对时间和效率的假设 奥德尔鼓励我们探索新的生活方式 将存在 快乐和联系至于生产力和效率之上 奥德尔通过他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 和令人信服的论点 激励读者摆脱对效率的崇拜 发现超越时钟的生活 这本书有几个世纪脱颖而出的优点 首先 奥德尔对个人意识和故事的运用 使这本书与读者产生了共鸣并易于理解 他的倦怠经历 以及他走向更加用心的生活方式的旅程 是原始而诚实的 使这本书感觉就像是 与一位明智的朋友的对话 其次 这本书对效率崇拜的批评是恰到好处的 凸显了当今社会对生产力的痴迷 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 本书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和策略 以实施更加谨慎的时间管理方法 使其成为任何想要创造更加平衡 和充实的生活的人的宝贵资源 然而 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 本书对个人行动和个人责任的关注 分散了与时间和工作相关的 更广泛的结构性问题 虽然奥德尔承认资本主义和技术等 系统性因素对我们时间感知的影响 但他主要关注个人如何驾驭这些系统 来创造更有意义的生活 此外 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 这本书对正念和临在的强调 有些理想主义或不切实际 特别是在面对紧迫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时 尽管存在这些限制 节省时间 发现超越时钟的生活 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号召 敦促读者重新评估他们与时间的关系 拥抱一种更有目的性和充实的生活方式 通过挑战 我们质疑我们对时间和成功的假设 珍妮奥德尔邀请我们探索 真正重要的生活的新可能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